Hello 大家好 我是预料师张中瑶 分享雕刻与生活 最近瑞丽的疫情相信大家也有所耳闻 失态非常严峻 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工作室也是大门紧闭 街上也是少有行人 每天我们只有早上的7点到9点的时间 可以采购我们的生活用品 这对于我们的产出影响是非常大的 因为大部分的师傅现在是在居家隔离了 过不来 我们这边还有三四个师傅 我们住在这里 每天带给大家加班加点的赶工 最近我们工作室也是出了一些新品 这一期我们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分享 这些是我们工作室最近出的一些新品 还给大家分享一下 来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件 这一件是一块木纳的雪花棉 雕的是一件光字带 光字带是用的亮光与磨砂的一个结合的手法 这样层次感非常清晰 可以看到它的雪花棉也是非常的清晰可见 这边部分它是有底色的 底色是一个绿花 是一个飘绿花的这种渐变的一个底色 整体的焦感 荧光都是非常强的 来 我们看一下灯光下的一个效果 很水润的一个料子 这就是一个木纳的料子的特点 海天一色的这个感觉 这一件可以看得出来也是一块木纳料 木纳料这个位置飘绿丝色花 蓝蓝的这个色花 非常的浓郁 非常漂亮 然后我设计的是一件雪中送炭 现在的社会我们都知道 锦上天花的人特别多 雪中送炭的人寥寥无几 正好利用这色花的位置做它的一个着陆点 一个地面的这一个效果 上面做了几束光 整个效果感觉马在奔腾 跑起来的那个效果都已经出来了 背面是做了一艘小粥 也是起胶的一块料子啊 就是它这个棉啊 多多少少有一点不是很 不是特别的美观 所以说呢有一些棉絮状呢 我们把它压掉之后起这种光速啊 整体还是非常不错的一块料子 像这样的料子呢 我们都不用过多的去调水啊 去挖 因为料子的本身就已经很漂亮了 来我们再来看一块 这块墨西沙的料子啊 墨西沙不愧是种水之王啊 我们看得出来这种高冰的料子啊 一般都出自于墨西沙 但是呢 天然的料子呢里面都有棉絮 我们也看得到 但是这种棉呢 它不影响起货效果 之前呢 它凹坑的这个位置啊 是有一些棉团状的 不是很美观 然后呢我们把它挖掉了 挖掉呢 利用它这个一个天然的形状呢 下面做了一个入道 这样呢 它整体的空间就特别大 然后呢 这种光面的起光也是特别好看 也不需要过多的雕刻手法啊 因为它材料本身就已经很美了 这一件雕的是春蝉 可以看得出来啊 它是利用达玛坎 王家绿 天然的这个木层和白肉来巧雕的 古诗有一句春蝉到此 撕方进 蜡锯成灰类死的 形容匠人的精神啊 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来我们看一下啊 这一件我们最近新研发的啊 镶嵌的 宝宝符 这是选用惠卡的紫罗兰的一块料子啊 中间呢选用一块有色差的冰情的种水料 来镶嵌设计的啊 里边呢是把它做了一个镂空的处理 然后做选择一块好料子做一个宝宝符 然后把它镶嵌到里面 可以看得到啊 下面这个位置呢是把它相连接 可以把它固定的啊 这一个扭扣 这样就把它固定起来了 非常的扎实啊 18K斤啊 纯金镶嵌 选用的红宝石和蓝宝石镶嵌 顶上呢是选择绿松石 这样它的色泽啊就比较丰富 比较鲜艳 这样镶嵌出来的效果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啊 我们做了两件 后面如果说市场效果好的话呢 后面我们会选择多做一些啊 这一件也是一样的 边缘包裹 镶嵌的位置啊 是绿松石 也是高次蓝的一块料子 来磨出来的 也是红宝石和蓝宝石的相间啊 顶珠呢是选择一块宝山的蓝红料子啊 看一下效果 这个料子呢是一块达马坎的料子啊 是黄雾白肉的 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到三个颜色 从材料上黄雾 冰晴底 加上底味的一个白色的一个光圈的这个效果 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啊 看看市场效果怎么样 这一块呢就是一块我们之前做的观音的那个边角料啊 品质非常的高 我们随行雕了一件竹笋 冰胶冰胶的啊 非常效果非常灵动 看到没有 非常漂亮的一件啊 翡翠不在于大小啊 在于它的是一个品质 这一件呢 雕的就是冰紫的料子啊 雕的一个平安扣了 这个就没什么好讲的啊 品质比较高 上面的顶珠呢 也是同料的 在中间的这个位置取出来的 无论做手把件 都挂件啊 都是非常漂亮的一件啊 非常完美的一件 OK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就给大家先分享到这里 后面的视频呢 再给大家一一分享 OK 那么这一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在疫情期间呢 我们也会和工作室的师傅 我们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在工作室呢 老老实实的工作 等待疫情过去 安全锐利从我做起 我是预料师张中瑶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